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三点高盘能够反映在高档的同时 今天的成交量虽然它有放大 但是建高档之后开始做到一个震荡整理 那投资人在这个地方也许非常的害怕 这个大盘已经从低档去开始涨那么多了 到底后面还会涨 其实这个金金涨的格局 你要看到外资的态度 如果说外资目前为止 由于热钱的效益还没有停止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 我认为因应随着美股的一个大涨的话 那台股的部分的话 我相信这个金金涨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但是投资朋友们 你要听到严老师现在要跟你讲一个重点 也就是很多的股票 你要去找这个低档去 要开始转强的股票 而不是说你去追 目前为止涨幅已经过大的一些股票 我相信你近期去追一些所谓的高档区的股票的话 常常会发现你手中的股票可能啊 它是属于一个开高走低的 甚至你是被套牢的 那如果说你是相对买在低档区的话 也许短线上面并没有大涨 但是以长期而言的话 老师认为你只要有耐心去操作了 你应该都有办法赚到钱 那老师今天带来一张我们大盘的一个所谓的K线走势图 那这张走势图如果说你能够通测明白通测了解的话 我认为后面的一个盘施的话 你的方向一定不会搞错 来看一下这张重要的图卡 那来看到这个地方 这叫低档区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地方你要判别趋势 这个趋势你判别对了 这个一千多点的行情 你就能够赚到钱 但是老师在高档区必须要跟你讲 有些股票你不要贪心 你不要去做出个追加的动作 在这个地方操作你要非常的小心 但是这个上升轨道里面 目前为止只有两个跳空缺口 只有两个跳空缺口 那这个跳空缺口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应该还有机会 可能在反转的同时 可能会去封闭 这个你要去留意到 所以老师都是事先讲 但是在上涨的同时你没有赚到钱 这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追高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在高档区震荡整理 它是属于一个类族群的一个轮动 这个族群的轮 轮动的方向会非常快 那老师现在要跟你讲了 这个走势有两种 一个是拉回修正 拉回修正 那老师为什么会第一个放在所谓的拉回修正 也就是目前为止你用均线理论去看的话 它短线上面乖离率非常大 但是不是说这个乖离率大的就一定会修正 这个你要利用所谓的经验法则 量价结构去做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判别 那老师先行跟各位讲 这个情况有两种 一个叫拉回修正 我这边打个圈圈 这个机会性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说要走所谓的破底船头 一定要看到一个成交量 它是做到一个补量上攻 那今天的成交量在1090亿 那大量区这个地方必须要再过量 量滚量 量滚量补量上攻 它这个大盘再拉回修正的同时 才有机会怎么样 持续的出现第三个 所谓的往上的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 这个就是所谓的缺口理论 多方格局里面会出现往上的跳空缺口 这个非常重要 那老师要跟你讲 乖离率过大的同时 你要注意到 3月2号也就是这一天 出现一个叫8540的 往上的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它会形成两种形态 如果左右对称的话 会形成什么 导撞反转 如果持续往上走的话 量能的部分不足的话 它容易成为一个所谓 头型的一个整理形态 那目前为止 财富可能即将要重新再分配了 你后面记得老师跟你讲 你要买主流 买对主流才能够赚大钱 那如果说你手中目前为止 股票有套牢的 你可能你要做到一个持股调节太多流强的动作 这就是说你今天看到我们节目我希望你有所收获 这个股票市场里面不是说只有买 买跟卖都是一样非常重要 这两方面是属于一个均衡的 那在低档区你懂得去买的 你在高档区你也要懂得去做出一个卖出的动作 这个节奏感抓好 好 我认为 这个你要在股票市场里面长治久安 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那我今天又做了一张新的字卡 这张字卡的话 我愿意拿出来跟各位来做出一个分享 那这张字卡你要今天看节目 一定要非常仔细的 好 来 来看一下 这个散户啊 投资啊 失利啊 最大的原因啊 就是简简单单你所看到的 简简单单你所看到的 这个震荡整理有分为低档还是高档 在震荡整理的时候没有耐心 时间转折抓不准 好 看错方向 这个震荡整理的同时啊 你可能就会赔到钱 好 那由高档区开始转折往下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啊 你常常会看到所谓的利空的一个消息啊 这个地方反而就是你最好的买点 那如果大盘目前维持在高档区啊 短线上面你长不动了 它可能就会进行一个修正嘛 所以说震荡的形态分作这三种 你只要看错了 你就会做到 就会可能投资啊 是失利的 那这个叫做震荡的一个所谓的总结啦 那我看整理的部分 整理的部分当然你就可以看到 那比较简单的头肩底的形态 W底的形态 三重底的形态 这个整理的话要看到时间转折量价结构 好 那这个叫做碗形底 碗形底也好 它是属于一个量跟所谓的价的一个判别方式啦 其实这一波走的叫做什么 上升三法里面的 叫做波段的行情 这个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因为在低档区的话 每一次三大法人在买方 都有所谓的带量往上攻 这是比较好判别的 你这次就是因为判别没有成功嘛 所以没有赚到钱 那这个转折你要注意了 量价九法 在我们的所谓的开盘八法里面 讲义里面 这个转折都有帮各位讲 高档区的转折走 所谓的肩头反转 形态整理结束以后 会出现所谓的长多的一个讯号 来 看到这边 那看错趋势了 你会输钱 应变能力不足 听消息 看名牌的 还有说持股档数过多了 还有就是你对你的产业 是没有办法深入 去做出一个了解的同时 那老师认为 你这个投资势力 老师都帮你 帮你列表 帮你稍微整理一下 希望你看到我们的节目 你要有所警惕 这个大盘目前为止 这个判别的一个方式 在高档区 你要借资再摊 你要借资再摊 那我们把这个所谓的投资朋友们 投资失利的原因也好 我们都写在我们的开盘八法里面 讲义里面 希望提供给投资朋友们 来做出一个参考 这个具有所谓的参考性的价值 回家拿到这本书 就好好看一下 那近期而言的大盘的话 你老师讲过了 你一定要去寻找 在低位阶的 低位阶的股票的话 开始转强的讯号 这时候的话 你正好可以做到一个 重新布局的动作 这个布局的动作 有利于你后面 所谓的财富 重新再分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是一个危机 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所谓的转机 那操作的策略 股票有问题的 你今天可以打电话进来 这个操作的策略 老师来帮你完成 太多留强持股集中 有机会做到一个反败为胜 那手中的股票 有问题的 那老师会亲自打电话给你 不管你是做多 还是做空 股票有问题的 你就直接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先点名 激当股票 来 这是今天的代号 网通股的 代号5245的资金 资金我们不会带你去高档追 你高档去追你绝对赚不到钱 你绝对赚不到钱 那如果说你是从底部开始布局的 你真的是在底部布局的 整理的时候你去布局的 我相信这个短线上面 这个股价 从三十几块钱 我们就赚四十块 涨到快两百块了 短线上面接近涨了五倍 那涨了接近五倍的股票 你现在去买的话 你认为你赚得到钱吗 你认为你真的赚得到钱吗 还是在低档局去买的 这个你自己去做出一个判别 我们就会把我们会员的风险 先放在前面 那当然我们现在 是准备要采取一个布局的 一个策略 也就是说 我们要去寻找 下一支 可能的资金 可能的资金 它有机会涨五倍 那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我希望投资朋友们 你要好好把握 你要好好把握 那虽然现在的大盘 我想高点也应该不多了 那拉回修正 到底要买哪一些股票 有哪一些股票 它出现所谓的 油肉转强的讯号 其实我们资料 都帮各位准备好了 那这份资料的话 欢迎大家踊跃 打电话进来索取 我们给各位来做出个参考 那这几档股票 四档股票 是精挑细选的 也就是说 我们去准备要去布局 第二季的 它有机会大涨的 名字都取好了 三剑克加国王 这国王这档股票 在第四档股票里面 它就是属于一个特殊产业 加上所谓成长性 展望非常好的股票 那这些股票都有机会 让你去逢低 做出个布局 都有机会逢高 让你站在所谓的买方 那备注栏跟各位讲得非常清楚 里面包含所谓的集团 集团股的部分 包含成长主流股的部分 包含产业龙头的部分 包含它对于外的展望 我相信这个题材方面的 产业的龙头 加上特殊的产业 再加上成长性 这些股价 目前为止都在低档区 我希望各位 能够跟上我们的脚步 一起来布局 那今天可以直接打电话 进来 索取我们这份 三剑克加国王的这份资料 仅供给各位参考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几天 请用几天 五分珠 五分珠 好 千金可买早知道 更对人 你也可以早知道 运达头顾严老师 顶级尊容VIP 买一送六八 运达头顾严老师 即刻请现实回馈 一六八 作家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变达头顾 严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叶与风投 积极办事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深入大栈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组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背景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但是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变达五至股专线 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名 大家好 我是诈骗集团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我是怎么配你的钱 赵贝贝 你涉及了洗钱案 必须先把账户的钱 交给我们监管 赶快把钱汇进来 想让你撒撒家吗 台湾游是点数 用来传给我 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是不是很容易 其实我还有一个结招 请您用自动提侃机来解除分级付款的设定 这样才不会连续十二期再扣款 钱如在 你对我骗过了吗 D65版诈骗在线关心您的钱 不是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来 我们看到这张股票叫资金 资金为什么会大涨 有人买 买得多的人 买得多的人 买得比较多 卖得比较少 有人在做出股价的推升 所以它会大涨 但是没有人叫你买在高档区 我先讲 你真的要买的话 你要买在低档区 你都是赚钱的 大赚小赚都是赚 但是没有人叫你买在高档区 你买在高档区 你不见得赚得到钱 风险性非常大 那我们的操盘的心法 我一直跟各位讲 操盘心法非常重要 那我们文超胜券 当然有所谓的操盘的一个心法 我希望我们的会员也好 那投资朋友们 你注意听 你注意看 那如果说你认识我们开盘八法里面 你一定知道八法是二式 这个所谓中间的价值 那能够让你判断每天的盘式 均线三角能够告诉各位 目前为止股价是属于低阶中阶 还是属于高阶 这个指标我认为长短线都要看 长短线你都要去看 那我们选股的逻辑一直不会变来变去 基本面选股能够帮各位 了解一档股票的所谓的基本面 技术面跟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题材面也要注意 底部进场 那老师现在要讲了 现在是属于底部吗 到底是不是 我们看到这张图 这边叫底部 这边也叫底部嘛 那这边叫相对的高点嘛 那如果相对的高点 你要判断它能够持续大涨 那一定要出现所谓的讯号嘛 所以说我们当时候跟各位讲 底部进场 胜算比较大 底部进场 来 避开风险嘛 那如果说出现高涨区啊 你要出现所谓的出场的一个动作啊 能够帮助各位啊 来确保所谓的获利啊 出手的次数不要太多 能够提高胜率啦 诚信诚实操作 不虚伪造假 才是一个真功夫 我们都是把会员当作家人 当作是朋友 也可以帮助投资人啊 来建立起信心啊 那我们近期而言的话 我们大概 小型股的操作啊 我们都是选择底部进场布局啦 那这是其中的一档小型股啊 它是做所谓的面板测试的 有20亿的商机啦 那也面临到所谓的低档开始转强 那当然小型股的部分只能做不能说啦 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啊 它目前为止啊 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布局啊 已经开始了 那基本面好的股票 它技术面会转强 那的确是有转强啦 大盘最近也在下跌嘛 但是这档股票在近期啊 小创颇段新高啦 那另外一档股票 小型股的 你要留意哦 来 富爸爸效益的 若转强之后 出现第一根涨停板 整理结束之后 来 出现了第二根涨停板20% 老师认为这档股票 在日后盘市里面 我们可能还是会持续讲到 但是你要注意 它是做所谓的封装服务的 封装服务的 目前为止的话 小股本的 你要注意到这档股票 你要注意到这档股票 那第三档小型股哦 来 看到这档 这份资料 你今天一样可以打电话进来拿 一样可以打电话进来拿 这档股票的名称就叫机会难得 不是说因为底部出现第一根涨停板 你就说老师我没有跟上脚步 其实它也会回档修正 因为目前为止大盘不是很强啦 这些股价有时候拉到涨停板之后 都会拉回修正一下 所以拉回还是你最好的一个买点 你错过这根涨停板的 你拉回你还是有机会哦 有机会哦 但是老师必须要讲 现在很多的股票啊 它面临到所谓的 所谓的涨多了以后开始拉回 还是面临到所谓的年报 这个年报还没有公布嘛 所以说业绩的一个发表的话 对于任何一档股票 我相信啊 这个所谓影响性也是非常大 我们看这档股票 2049上映好了 来 这档股票第一档啊 第一档你有做动作的 那目前为止你应该都是赚钱的啦 那如果说你在高档去买的 可能你就是套牢的 那这档股票到底要看什么 第一个看筹码 筹码 目前为止的话 我认为这档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上升轨道没有错 那后面大涨的机会也很大 那这档股票要操作的 你要特别小心 目前为止的话 上涨的时候量 是属于补量供的啦 但是下跌的时候是属于量缩的 这个业绩成长性 我认为也是非常好 第二档股票要注意 3673的TPK 来 很多的人短线会去追他 追到以后就掉下来 他都没有考虑到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买点 逢高可能要先行的卖出嘛 就是股票整理结束之后 创高他就喜欢去追 这种创高去追的人啊 我认为都赚不到钱啊 宏达店也是一样啊 来 宏达店 反正看到 哇 老师拉那么高 我就去买 常常有人就喜欢买在最高点 很多人就是买在最高点 严老师的操作的理念 我在节目里面三声五令的告诉各位 这个叫低档买 风险性比较小 在三个月以前 在12月15号就跟你讲了 不是现在啊 这个在高点区的时候 有人跟你讲 三月份有人跟你讲说 这张股票后面还会在大涨 你时间点要回到12月 12月在这个地方 12月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在这个地方 突破整理了嘛 这个地方叫转强的讯号嘛 虽然有拉回的修正嘛 它的上升轨道没有改变嘛 那这边就要出现主身段嘛 既然已经出现主身段了 你真的不要去追啦 很危险啦 很危险啦 所以说老师操作的方法跟理念 我必须要讲 就是在低档区 你布局就是要布局在低档区 那也许你布局之后啊 你会认为说老师 好像涨得很慢 因为这个中间还有拉回嘛 还有修正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股票要大涨之前 有震荡整理 有拉回有修正 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 操作上面一定要有耐心 那如果说我跟你讲 后面的结果是会大涨的话 我们把时间再拉长喔 老师跟你讲后面会大涨的话 我相信前面你早就去买啦 但是绝对不是买在今天 这个高点啊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持续来跟各位来验证 这张股票你要操作的话 你要跟上颜色的脚步 至今喔 5245的至今来 低档区出现第一根掌停板 那趋势没有改变 外资跟投信站在买方 那股价的操作不是说 赚了一点就跑掉了 也不是说你逢高去追啦 都不是 你低档布局 你脱离成本区啊 脱离成本区以后的话 我相信啊 你不管是买一张买十张的 你信心都非常足 因为已经脱离成本区了 你比较容易抱得住啦 你比较容易抱得住啦 那这档股票的话 后面还是要注意到 外资跟自营商啦 125创高 我想我们在节目里面 一定有讲啦 那一档股票创高之后啊 还有公布了营收 营收还是继续成长了 这个就非常的难得啦 穿戴式的商机 目前为止很多人跟你讲 涨上来又跟你讲了 那没有算哦 一定要在低档区出现 第一根涨停板的时候 跟你讲哦 才有算哦 我相信这个日周月线 黄金交渣哦 只要你有系统的 你有暖体的 你都看得懂啦 但是老师要跟你讲 这基本面 它叫做OLED的商机 基本面的话 会领先所谓的技术面 你在这一天看到日周月 但是基本面 消息老师之前就跟你讲过了 那当然 这个股价就是大涨 就是大涨 那做封测的 623的旺行 来 高度晶元 来 这张股票的题材叫 高度晶元研发测试的 那这张股票 还是跟各位老话一句 要买在转折 买在低档区 1月30号 1月30号在哪一天 来 在这边 就是在这边 这样子应该看得清楚吧 1月30号 最后一天 好 敢不敢买 老师好像在低档区 低档区敢不敢买 低档区敢买的人啊 这边已经接近涨了一倍了 这个就是我们投资股票 最大的一个盲点 低档区 你能不能判断 这张股票日后会被大涨 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只要你能够掌握这个先机 好 我相信波段的一个操作的话 你应该是有办法赚到钱嘛 这时候你有买 你就不用怕嘛 因为股价一下子脱离成本区啦 那第二根涨停板 如果再涨上去的话 你是吃下一个定心丸嘛 那老师说了 拉回要做动作 很多人呢 很多人认为这两根涨停板 已经涨很多了 他拉回是不敢动作的 那到底是不是主流 好 你赚到钱就是主流嘛 那持续的创高 我认为这档股票 目前在这个地方 它还是属于一个整理形态 整理形态结束 结束了没 老师认为这个好像还没有涨完 所以说不用急 那今天节目帮各位分析到 所谓的投资人 散户 这个失利的一个原因 这个散户怕震荡 大户怕整理形态 这是散户跟大户的一个区别 只有真正的专家 可以帮各位掌握到所谓的转折 那目前为止老师说的 这个大盘 来 在高档区的 那小心操作 你后面要买的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低档区的股票 它是有机会让你先行做出个布局的 能够让你倍数翻的股票 这个中间包含产业的龙头 包含特殊的产业 包含未来的成长性 集团股的部分 产业的龙头 我希望这份资料 这份资料 你拿到家以后 你要好好的看一次 这个中间的股票 对各位而言的话 第二季的操作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是第一季 快到季底了 那季底的话 有些股票可能涨多了 不会涨 那第二季的主流 你一定要好好掌握 所以说这份资料有机会 让各位来布局第二季 所以说今天这份资料 开放给各位 踊跃来索取 三剑客加国王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云所推荐非切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跟对人 你也可以找知道 运达投资 颜老师 顶级追荣VIP 买一送六八 运达投资 颜老师 即刻请现实回馈 168 速加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颜分析师 擅长基本力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故事经验 毕竟多次万言与功勞 积极败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复习大改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内境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御友 运达投资 智库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老公 又在找房子了 对啊 不然等投资客来看上去 咱们就永远要变成无科光 别担心 报纸上说 房地合一课税新制 要实施了 以后投资费要交很多税呢 房地合一 105年1月日起 不动产的交易 如果符合房地合一新税制 就要以房屋跟土地的交易 总价值来计算所得 可真所得税 房价就不会加费炒作了 房地合一新税制 居住正义新时代 当股市间变幻化 当操盘千头万绪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1000元 体验轰贴了一个月 就送轰动时长 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掉1000元哦 请播02-2365-3255 独障爱住宅 或是费乐使行动不变的宣传者 或是